這邊會有看他實際的惡要說明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在計畫的描述性還有一些有關法定的正確性的這部分 上次目前看起來還是有一些正確的部分 所以建議室還是請予以調整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地質安全的部分 地質安全部分目前看的一個資格都是用說明的方式 只是沒有看到他說明的一個依據 那為什麼確定這是安全的一個依據跟理由 這不論是很完整所以是建議室的部分 那第三個大廈是生態人影響的一個部分 那目前有一些保護物的輸入或一些動植物的部分 那都是提出一些加強要求施工人員不要去破壞而已 那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項目 那具體的項目也沒有看到說 他到底對他的七一的一個影響 對他的足距數量的一個影響的部分 都沒有詳細的一個說明 所以這部分也是建議加強的部分 那第四大類就是有關交通影響的部分 那交通影響目前看起來只有三下站 也是有比較完整的一個交通影響的一個分析 那有關陽明公園站 東鳳谷站以及山山站都沒有 那這部分其實將來也會產生新的一個經典 新的一個交通節節的一個衝擊 那以及未來以公民車入管的一個連結式的無厚 那這部分也是建議加強公民 那以上都要發言 OK 謝謝 還有其他機關代表要發言 我在忙著很多委員跟各個機關代表的意見 還有他們的這個答覆的這個情況 那我大概就把它看過了 那看過以後 那我現在就提出一些這個問題來 大家來做參考 那這個跟原來呢 我提的這個問題大概都 都也有提到這些問題 那我現在把它把它重回起來 那麼第一點看到很關心的 是有關這個馬爾蘭這個塔柱 建造的這個安全 跟未來營運的安全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不是我的專長 我看到原來的這個書面的這個傳達意見 我們有關台大地質區劉委員 他的意見 他說都沒有答覆 今天好像劉委員沒有到 那所以大家很關心的一個 就是有關塔柱的這個安全的問題 那這塔柱的安全的這個問題 當然一個我們對他沒有細心的 是這個地質的調查 是不是有詳細 那麼第二個呢 這個設計的這個標準 是不是能夠來抗拒這個大世界的這個變化 我想這也不是我的專長 我只提出來要去注意這個問題 然後在未來營運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說兩個塔柱之間的這個距離太直 這個也有講過 然後呢空向太空力太大的時候 營運也有 那所以呢 他說我未來營運呢 那我用這個PLC來控制 到某一個每秒17公尺以上的我減半 速度會減半 他有一套的 分別